好,我们这几个讲CC网络验证 CC网络验证我们直接拿着3.4的讲 这3.0的不带隔盘 因为CC大家害怕 然后也很多人爱用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在关机带隔盘的安装 对吧 所以3.0它不带 咱们直接讲3.4 3.4咱们先看原码 我这是临时做了一个8.1的系统 温8.1让尝试一下 不稳定 回过几天再换回温期来 这是一个CC的网络验证的窗口 看这显示这什么 那我们不编译了吧 编译它出错 实际上我要驾驶服务器的话 它也是出错 有点问题 咱们直接看吧 你要看着这个窗口 像这个模样的 免费用户收费用户 这个会员用户 什么功能列表 列表这种 基本上那就是CC了 而且图标你看 CC图标就是这个模样的 其实图标可以变的 这也是阻挡不了的 好 然后我们直接点登录呢 我们看看它这个安装在哪 对吧 因为安装是很可怕的吧 CC的出名的就是 隔盘 很浑 我们先看看 点登录 点登录以后 调用其他的自程序吗 看看调用了哪个自程序 解密 好 我们往下看 循环检测防爆破 对 就是这 你看这 检测 指定目录下的 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House文件 House是一个什么干什么的呢 就是 能起到一个IP转向的作用 比如说你把百度 把百度的地址转向你本机 就是你一访问百度 就访问你本机 就是起到一个IP转向的 这个一个一个效果 我看看我这个XP行不行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看一下 那个窗口 好像是E什么 是吧 E 那不对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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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直接直接粘贴 直接粘贴 对 就是这 然后这个文件 House文件 我们用机式本打开 哎 用机式本打开 空的 它实际上应该是有文件的 因为我这个系统是一个 哎 它不应该啊 好 那 那就是 其实就是摆这儿啊 就是把 就把这个文件里边啊 做一个修改 然后前边 比如说 填上这个 嗯 百度 抗 然后 127 但是我这个耗色好像有点问题啊 然后就是说一下原理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使得它这个外挂呢 访问 访问它这个服务器IP的时候 就是这个啊 服务器地址的时候啊 然后指向了本地 那你也就造成了山寨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 咱们之前讲过这个飘灵的网络验证 然后你明白这个道理 指向本地以后 那你就可以山寨了 对吧 所以它在这儿呢 就是检测一下 你这个是不是 是否是 把它服务器地址指向了本地啊 如果是指向本地 好 那开始 那就是这儿 然后呢 开始 开始就关机啊 这是一个安装 关机安装 然后呢 现在这也写了 是吧 当然不用 不关机也行 看个人兴趣 那它这意思可以 直接隔盘或者其他的方案 对吧 然后如果说 哎 你下了一个 这个 钻点 把它的关机呢 给绕过去了 这个时候 那你就要完蛋了 对吧 它 就要执行底下了 那 你看 比如说 关机啊 关机完了以后 那叫执行这一句了 这是什么 给那些 欧利禁止结束啊 禁止结束的人使用 然后执行完这个 就执行这 对吧 它执行完关机以后 就结束了 然后结束呢 又被你给绕过去了 或者弄不掉了 那接着就执行这个了 对吧 这是一个程序的正常流程 因为它上面已经加了一个 关机了 关闭了 然后你把关闭又弄不掉了 那肯定会执行底下 对吧 然后你就被隔盘了 但这儿还好说 这儿你看自幅串啊 自幅串CDEFG 这你可以通过自幅串搜索 能找到它 但是很麻烦 还像还有一种情况 你是找不到的 看一下啊 忘了它在试哪了 我就看过 原本就看过几次 没有印象啊 我们从上面看了 读服务机配置 然后没有 破解装置 这儿你看 这是CDEFG 对吧 它都用这个叫什么自接级数据 然后加密了 这个时候 它这个ABCDEFG 这是你是在自幅串里找不到的 就跟这儿一样 跟这儿一样 就这个 这一段自幅串 它是到自接级 自接级到文本 它是转换了一下 你是在OD返回编那个自图串 搜索不到这些内容 但是你在那个数据窗口是能搜到的 然后这你是找不到的 加密了 所以咱们呢 就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 咱们找这儿吧 咱们就找那个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没加密的ABCDE 不是CDE 不是ABC 是CDEFG 对吧 看看看看找找 嗯 我又开始掩残了吗 我怎么找不到了 我又开始掩残了 看看 收缩 循环放过不破 是不是这儿 对 咱们就找这个吧 找这个 然后这个咱们 尝试一下啊 这就找这 CDEFG 啊 咱们编译出一份 3.4 3.4对吧 3.1 打错了 3.1改一下 3.4 好 那然后咱们载入 运行就不用运行了啊 因为运行的出错 那提示那个 提示那什么网络 网络错误 那个就即便我架设服务器 他也会提示那个 那就是这个 所以还要 如果说有必要的话 咱们需要讲解的话 还是需要爆破一下的连接服务器 然后那讲解咱们的按钮实践之类的其他的问题啊 好 那咱们载入以后 直接插到这不是 cc网络验证 也不要轻易调试啊 你就不要运行 有的时候你运行 检测到你的OD 他直接就搁你盘了 对吧 载入不要运行 往上看 往上找找 找找那个 CDEFG 然后再 在一起的 就是这 对吧 他是这 你看这又来了 这又来了 一共有三次 但实际上上面应该是还有的 还有一个 那个就咱们看到的加密的 那个应该是 还有的 这只不过不显示啊 好 咱们进来 进了以后 那他这就是隔盘了 对吧 这就是隔盘 还有那个 什么是VM代码呢 我这先插一遇啊 什么叫VM代码 就是这 咱们写代码 代码的时候可能认为很多人认为啊 包括很多写程序的作者都是这么认为的 植入代码 然后写一大堆啊 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植入代码 哎 放到最后 他就认为这个程序编译出来 中间就是被加密的 实际上不是啊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这个是起始啊 底下这个呢 是结束 然后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 这一段是给VMP加格程序来识别的 就是你有这么一段代码的时候 你给VMP 这个加格程序 导入你才会自动识别 你这一段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就加了VM代码了啊 你看咱们进了以后 咱们看断手 看断手 看 这个这是断手 对吧 然后这是应有的啊 程序这个 这个子程序段 开头应有的 然后这就开始了 对吧 VMP啊 VMPVM代码的开始 然后我们往下看 往下看 看这是VM代码 哎 啊 这儿呢 VM代码的结束 啊 你看这这儿就断尾了 对吧 结束 那也就是中间这一段 如果说他要再拿VMP VMP那个加格程序来加格的话 会自动识别 识识别 看看啊 往上到这儿 到这儿 这一大段会VM选中这一段 好 那我现在说的是VM 咱们接着说那个 接着说隔盘 隔盘 然后咱们可以通过字符罩找 对吧 字符罩要找不到呢 比如说他都被加密了 咱们找不到了 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厂口啊 数据厂口找 然后为了快速锁定 快速锁定咱们那个 呃 叫什么 叫隔盘的特征码啊 咱们可以找那么一段特征码进行锁定 稍等我一下 稍等一下啊 一会儿回来 稍等一下 好 回来了 刚才说到哪 刚才说到锁定是吧 那个 特征码啊 特征码锁定咱们那个 呃 这就是咱们想要的一段的 固定的地址啊 咱们可以通过这啊 你可以通过断尾啊 断尾也可以 断手也可以啊 咱们可以通过断尾 这一段你看咱们都可以取 都可以取啊 比如说咱们这个 你看为什么取这一段呢 因为是上边是VMP啊 你再往上一行 它就是加密的了 对吧 就是加密的了 所以你这要取这的话 都把这取上 那肯定会变的 对吧 然后咱们把这 没加密这一段 咱们都可以取上啊 都可以取上 然后至于 就像这些 这些 这些这些 这是什么呢 就是带地址的啊 带地址的 咱们怕就是 有的系统呢 跟咱们地址不一样 所以咱们可以用这个 把这个 用问号来代替啊 咱们尽量不要把这个 跳转 其实也可以放在里边吧 也可以放在里边啊 咱们就从这开始吧 从这开始啊 咱们可以 其实这么一小段就可以了 少一点吧 复制复制二进制 复制二进制啊 然后咱们 保存出来 好 然后咱们看看二进制啊 8B5D 8F8啊 是这一句 对吧 然后啊 这一句其实也是会变的啊 这一BP减8对吧 所以说他不确定啊 咱们就 选择下面那一句 这句不要了 不要了 删除 从这句 85DB啊 这这一句比较 对吧 然后跳转 7409啊 这是固定的 之后 53啊 就铺是一BP 一BX 这也是固定的 然后底下啊 一一八是一八就是抠的意思啊 一八就是抠 后边的地址那就不固定了 对吧 这个地址不固定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用问号来代替 用问号来代替 之后 咱们再往下看 83CX 83CX04啊 04都是一样的 8B15 8B15 5D3C C3 5DC3 对吧 就是咱们取了这么一段啊 然后这个地址用 用问号来代替 这个怎么不用问号来代替呢 这其实你看没有 对吗 只一个 只一个 如果说他是也是跳转到 这么一个地址的话 那那他地址肯定是这个啊 6C310000是这么长一串 他没有啊 所以跳转是不用修改的 主要是修改抠啊 抠主要是修改的 好 那这一段也就是咱们这个定下来的 隔盘的特征码啊 咱们可以 嘿 来这儿 对吧 就找不着特征码了吧 这回你还向上翻后找不着了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 右键查找 二键的最不上 把侧着码贴出来 然后我们来锁定 来 你看这一段 就是特征码了 对吧 我们向上翻 我们向上翻 虽然看不到 但可能这一段是 是什么 可能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加密的那个 那个吧 再往上看 什么 检测网络 这段应该不是啊 我们再往上找 他还是不是那么的精准 还是能找到很多啊 不是那么的精准 好吧 其实这个 这只是一个查找特征啊 就是记录特征码的一种方法啊 你可以选选的更多啊 让他的代码更多 然后重复性减少 对吧 咱们在这也不做演示了 你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啊 你刚才 比如说刚才选了 咱们选了这么几行 对吧 然后搜索到了很多的相同的特征码 那你可以再多选一点 对吧 但不要 不要选中那个VM里边的代码啊 好 这就是寻找特征码啊 如果说 你没有 没有找特征码 然后你也找不到这个 隔盘的字符 对吧 你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称口 就是说他被VM了怎么办呢 是吧 VM怎么办呢 你可以通过这找 因为他肯定是调用了一个系统的一个 我们看这就知道了 啊 我们看 好吧 我先找一下 找一下再跟你们讲啊 他是调用了这个 DOS的一个命令啊 ForMatter ForMatter F-O-R-M-A-T ForMatter什么意思 就是隔盘的意思 就是在我们 挺早玩的脑子的时候 基本上都学过DOS命令 那会也爱玩什么黑客 黑客的 是吧 技术之类的 经常弄一些这个 导致命令来入侵啊 这些东西也就也就有印象 ForMatter是隔板隔盘的意思 所以咱们搜索ForMatter 那就是隔盘 对吧 然后咱们可以在这 把这些隔盘 你看他其实是CMD 对吧 然后ForMatterC冒号 然后干Q什么意思 干Q就是快速隔盘 不会那么慢的 是快速隔盘 什么意思呢 来运行一下 运行 CMD 然后 FORMAT ForMatter空格C冒号 你看 ForMatter空格C冒号干Q 这就是一个快速隔盘化C盘 我们回车 这是不能隔的啊 C盘不能隔 我举特例子了 应该隔地盘 我们隔地盘 FORMatter地盘冒号 干Q回车 回车以后他会问我们 就这一句是废话啊 这一句是废话 他是应该是直接问是否继续隔着化啊 然后咱们选择Y 他就隔着化了 你看干Y是吧 就输入Y 或者你要是 我这种方式我没尝试过 就是这种方式啊 干Y 这种方式我没尝试过 也许他就不用输入 直接就隔盘了啊 看他这个看他这段代码的意思是好像是这样啊 我没有试过 不怕隔盘不怕麻烦的可以自己去试试 是吧 不怕麻烦的自己试试 反正是运行机啊 重新复制出一份就好了 然后呢 这也就是隔盘 所以呢 我们 就直接把这一段 那我们选中他啊 最后是 啊 缝卖一条G盘 对吧 然后我们选中他用零来填充 哎 这样他就格式化不了了 对吧 他已经找不到命令 也输入不了这个什么盘符 然后快速格化 Y都不会了 对吧 那他也就不会隔盘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 找到他的关机啊 把他的关机给他干掉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 呃 我们用飘银来来取消那个 呃 叫什么 计时器 取消那个 那里边有一个防止关机 对吧 用那个可以 哈 也行 也是没问题的 嗯 那这节课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查找 查找隔盘啊 查找格式化 然后来定位格式化 然后特征码怎么定义的 怎么定义的特征码 看人家这个 啊 弄弄一串 很神奇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那么回事 对吧 也就像咱们那个 呃 按钮实践的特征码啊 就是这么找的啊 其实就是这个 把这个 这里行啊 鼠标这里行 这个二进制 其实他计算机里是二进制啊 用欧力显示是16进制 否则的话 不用16进制显示的 全屏幕都是二进制 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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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你看不懂了 对吧 其实他就是把这复制下来了 好 那这一刻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啊 希望大家能充分理解 好 那再见